Hello 大家好 我是Linvo 欢迎收看一起来科幻 前面我们通过钢铁侠和蚁人 了解了一些现实中的科普知识 比如热和聚变的托卡马克 以及量子力学中的一些概念 今天我们来通过另一位超级英雄 绿巨人浩克 来了解一下现实中的γ射线 以及和辐射相关的一些知识 γ射线是一种原子核的能及跃迁 属于原子核射线 同样属于原子核射线的 还有在它之前发现的 α射线和β射线 而像平时我们经常见的 x射线紫外线这种 都是原子核外面的电子的能及跃迁 因为γ射线的波长非常短 比原子核还小 由于波速等于波长乘以频率 而波速是固定的 可以认为就是光速c 而波长越短 频率就越高 能量也就越高 一个γ射线光子的能量 可以抵得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个 可见光光子的能量 可见它的能量是有多强 正因为能量足够强 以至于可以使原子中的电子成为自由态 也就是使原子或分子发生电离现象 所以它产生的辐射属于电离辐射 这里特别强调下它与电磁辐射的区别 很多人听到辐射就谈虎色变 其实要先搞清楚究竟说的是电离辐射还是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说白了就是空间中无处不在的电磁波 世界万物都会产生电磁辐射 包括阳光 无线电 地球 甚至你我本身都会产生电磁辐射 很多人担心微波炉 手机 包括我们平时用的WiFi的辐射 其实大可不必 这些设备的辐射强度 都没有达到对人体产生危害的限度 只要不是过度使用 与其担心手机信号对健康的影响 还不如担心下手机屏幕对视力的影响 总之就是说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 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安全的电磁辐射 而真正需要担心的应该是电磁辐射 严格来说电磁辐射也属于电磁辐射 只是这类电磁辐射的波长很短 能量很高 所以通常我们把它有别于电磁辐射来说 就像刚才说的γ射线 正因为它的能量极高 可以直接破坏生物的组织结构 类似的除了α和β射线外 常见的还有x射线 这类都属于电磁辐射 不过这种辐射对于普通人来说 平时也是很少接触的 但是如果遇到 那就一定要尽量防范 怎么防范 无非就是三点 远离增加防护 减少接触时间 远离是因为 辐射强度与离放射源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所以要尽量远离 增加防护是因为 射线穿过原子叙述大的物质时容易被吸收 所以有时候在医院给固定位置做透视时 其他部位会被盖上防护牵板 核电站里除了大量的牵设备防护外 还会有非常厚的钢筋混凝土包裹 减少接触时间就不说了 鉴于γ射线的如此威力 据说现在有一种正在研究阶段的新型武器 叫γ射线弹 也叫γ弹 它被列为第四代核武器的一种 它的特点是爆炸声音小 不容易察觉 不会像核弹那样造成大量的放射性尘埃 但是它释放的γ射线的杀伤力 却比常规的炸弹高数千倍 对有生命的生物有着特殊的杀伤力 所以在绿巨人里 班纳受到γ射线照射后 可以变身成为力打无比 无坚不摧的绿巨人 这显然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更别说完了还能再变回来 不过电影中的班纳在照射前 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剧情不 它的老爸当年就是把自己当做小白鼠 进行了基因改造实验 所以班纳从一出生就携带了这种改造基因 所以它身体里有一种特殊的细胞 可以认为是浩克的细胞 然后γ射线照射后 据说是这种特殊细胞吸收了辐射 所以班纳才没有像普通人一样挂掉 反而像是把体内的浩克给激活了 所以之后每次生气时 班纳才会变身成浩克 所以制造绿巨人的重点并不是γ射线照射 而是先出示药物进行基因改造 好了不扯那么远了 有点太过科幻了 还是回到现实中的γ射线吧 现实中的γ射线确实会改变生物的组织结构 但是这个改变只能被看作是破坏 因为生物DNA以及构成DNA的分子 甚至原子将被辐射电离 所以辐射往往并不是让某些核干酸改变了 而是直接摧毁了部分核干酸 从而导致DNA被直接破坏 无法构成正常的组织 更别说变成更大更强的组织了 所以如果像绿巨人那样经过γ射线照射后 你得到的结果只能是破坏而非进化 我们平时说的进化是需要整个物种种群 很多很多个体共同进行 而且需要经过很多代的繁衍 才有可能出现的 像绿巨人这种单个个体照下辐射就变强的设定 其实就和大理水手吃菠菜的设定差不多 硬要说也有点科学道理 只是不可能有那么夸张的效果 不过大理水手至少让很多挑食的小朋友爱上了吃蔬菜 绿巨人可千万不要让小朋友们爱上了各种辐射 好了开个玩笑 我是林某 一起来科幻 下期见 拜拜